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也不想去见那个什么妓院 现在她认识了颜天愚 甚至连颜翼都不用去见了 听到莫无忌的回答 记忆眼中露出了惊异神色 颜翼是怎么回事 之前若是小姐相邀 她会丢下一切事情 马上就跟着她走 可这回的反应怎么如此怪异呢 莫无忌一看记忆的目光 就知道自己表现有些欠托 她连忙说道 我有急事要和天愚聊几句 你先去吧 记忆在疑惑中点了点头 这才转身离去 燕眼 你好像有些变化了 记忆走后 颜天愚疑惑地看着莫无忌 她似乎想找出莫无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莫无忌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我这次差点丧命 若不是在雷池中找到了一株可以解毒的仙灵草 我早就没命了 说到这儿 莫无忌扫了眼旁边不远处盯着她的勾星号 一拍颜天愚的肩膀说 天愚 我们换个地方再说 这里有些臭臭 看见莫无忌和颜天愚离开 勾星号的脸色阴沉无比 她也不敢上前拦住莫无忌 莫无忌背后的颜家势力可不小 她还没有能力欺负到莫无忌头上 除非她的老爹过来 颜天愚点了点头 跟着颜野迅速离开了这里 莫无忌的神念已经扫到了记忆出现在了记家所在的位置 很快她就发现 颜家的位置和记家相聚并不算远 莫无忌并没有去颜家的驻地所在 而是换了一个方向 看见莫无忌并没有靠近颜家 颜天愚叹了一口气 颜野 颜家虽然有很多的势力之人 但总算是我们自己的家呀 我也知道你的想法 你最好还是去和几位长老请个安 毕竟这次你做的也很过分啊 至于秘境中的仙灵草 你不拿出来都无所谓啊 莫无忌的心里迅速判断出来 颜野在颜家的地位并不高 而且好像还对颜家有意见 且颜家对他也似乎有些忍耐 至于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颜天愚并没有说 从颜天愚的口中 他探知颜野和这个颜天愚关系还行 看见周围没人 莫无忌停了下来 不等莫无忌开口 颜天愚又说 我早就劝过你了 那季月不是真心喜欢你 更何况你还有妻子 最说 听到最后那句 莫无忌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若不是他记着自己现在是假冒的 他甚至都要问出来了 那叫颜野的家伙居然连他有妻子的事情都不说 这家伙简直是坑人不负责啊 这家伙也有够无耻的 有妻子有妹妹 居然还想着用对季家的举足恩情帮助季家的季月 颜天愚似乎想到了什么 及时转移话题说 我不用问 你应该是有所察觉自己中毒和季家有关系吧 这是一个不讲恩义的家族 他们就利用你对季月的好感 说心里话 季月除了长得好看一点 根本就是一无是处 说到这儿 他下意识停止了自己的话 因为之前他只要说到季月的不好 颜野就会生气发怒 可这次让他意外的是 他骂了季月之后 颜野除了脸色有些不好看之外 竟然并没有发作 这在颜天愚看来 颜野的确是发生了变化 莫无济无奈地长叹了一声 唉 天愚 我已经明白过来了 事实上 若不是我运气好 我早就中毒而亡了 你看见我脸上和脖子上的雷痕呢吧 我连消除痕迹的弹药也烂得求够了 面临了一次死亡之后 我明白了更多 我也没有连再回颜家了 你帮我将这些东西 留给颜野和我的妻子吧 说着 莫无济拿出了两枚戒指 递给了颜天愚 莫无济也是无奈 他猜测 颜野之所以不想提他的妻子 就是因为对季月太过迷恋 而现在不迷恋了 自然要想起他的妻子 如果他离去之后 只给妹妹戒指而不给妻子 说不得又会让颜天愚怀疑 颜野 你不恨项羽师妹 颜天愚疑惑地看着莫无济 莫无济心说 我连那项羽师妹是圆的方的我都不知道恨什么恨呢 但是这句话 让他又多知道了一个和他关系亲密的人 相遇 当然姓什么还不知道 同时他也从颜天愚的话中猜出来 颜天愚虽和颜野同辈 但年龄应该比颜野大 否则的话 不会叫他的妻子相遇师妹 莫无济故作一声常态 我连死都见过了 还有什么放不开的 我这一走 也许再没有回来的机会 颜野 本来莫无济是想托付颜天愚照顾一下颜野的 好在他及时住口 这话越说越多 那漏洞也会越来越多 这给相遇师妹的戒指你拿回去吧 相遇师妹应该看不上你这点东西 他的宗门随便拿点领头 也远胜于你给的了 莫无济心里一惊 他立刻就知道自己又鲁莽了 看样子 他这妻子相遇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他们之间好像又有些弯弯绕绕 他赶紧收起了戒指 天愚 家里我不回去了 以后再见 少说少做就是少错 野大哥 一个娇弱略带伤感的声音叫住了莫无济 莫无济回头就看见了纪仪和另外一名身穿担子衣裙的女子 一看见这女人 莫无济就猜到他必然就是纪月 实在是因为这女人太漂亮了一些 哪怕是韩清竹 也比这女人少了一份柔弱之美 瓜子脸却并不显得突兀 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好像会说话一样 星宿脱俗的脸庞 被从云中泄露出来的些许阳光扫过之后 更是显出了一种难以言语的美 和一种犹如烟霞龙沙之中的出尘气质 再往下 白皙的脖颈间点缀着几根被风带下来的青丝 让人增添了无限的遐想 难怪炎也喜欢这个女人喜欢的发狂 这个纪月几乎全是了女人所有的外在美好 再加上那娇传若柳的模样 再对炎也来上一点爱慕 莫无忌的心里暗叹了一声 果然是有些本贤的 可惜他不再是炎也 他是莫无忌 野大哥 你的脸 纪月第二次叫了一句野大哥 眼中流露出了浓浓的担忧 再加上他那柔弱美丽的脸庞 实在是让人窝见有脸 野大哥 莫无忌只想拍拍自己的脑袋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虽然很想马上就走 但莫无忌还是无奈的摆了摆手 岳师妹 你不用担心的 我在蜜精中被人陷害 差点陨落 心里一时没有转过弯的 过几天就会好了 对莫无忌来说 过几天当然会好 因为过几天 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野大哥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这次我想要和你一起走 他们要怎样 就对我来吧 纪月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莫无忌差点吓出一身冷汗来 和他一起回去 他还要不要走了 感觉到自己喉咙干涩的 根本就冒不出一个字来 逃一会儿后 莫无忌才艰难的说 岳师妹 我们这样 这样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 按照原来的言言本性 那肯定是好好啊 你赶紧和我一起回去 可对现在的莫无忌来说 他连跑路都来不及 哪里有闲工夫 灌着纪月呢 而就在此时 一个清冷的声音传过来 为莫无忌解了围 现在的女人 都这么不要脸了吗 慕容相遇 见过天鱼大哥 一名身穿白色衣裙的女子走了过来 他讥讽了一句纪月之后 居然对颜天鱼 施了一力 一旁的莫无忌感觉这个女人浑身都是冷冰冰的 他一来周围的温度就好像降了几十度 然后全都是冰天雪地一样 他的容颜居然丝毫不比纪月逊色 修眉端鼻 眉目如画 又是一个角色女子 好在此女及时报名 让他知道了这个女人应该就是他那个妻子 莫无忌并不知道 他和这个慕容相遇的夫妻关系到底有何问题 就是两人有没有亲密过 他也不清楚 见慕容相遇并不理睬他 他也懒得开口 事实上 虽然这个慕容相遇冰冷的犹如寒冰 可是莫无忌对他的观感反倒比纪月来的好上一些 听到慕容相遇的话 纪月忽然全身颤抖 两行泪水犹如小溪流一样直接挂了下来 他同样低下了头没有看莫无忌 莫无忌可不是炎野那种情商低的家伙 他知道 对纪月来说 这种低着头流泪才是最好的 一旦他抬头看着自己 那就是让他为难 莫无忌此时只觉得脑袋一阵阵的疼 他有些后悔用了炎野的身份余牌了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变的 和这么多女人有挂格 有一个角色的妻子还要担相思别的女人 这也是够了 而这妻子似乎也不是省油的灯 看起来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亲密关系 爷爷 你和我来一趟 慕容相语说完便转身就走 根本就懒得瞧上一眼 济月脸上的悲伤表情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